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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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啊养猪是个好行业招养行业 你们看到现在有些做互联网的他也改养猪了 是 是 是 猪肉价格都涨了 对 证明马总啊你很有战略眼光 上一次呢上海市委政府几个领导接见我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说 他说我们这种企业呢应该回归实体经济了 也让我们为上海市的农业发展做一些贡献 不是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咱们想一块儿去 来来来来来 你们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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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别客气 谢谢 哎呀 你这滴血家那种大火急 好 您先用这个凑合吧 来 给我这个 谢谢谢谢 好 我跟一说啊 我们是营姓缩间联通啊 真相一块儿去了 哎呀 没想到贵公司被上面的另刀 滴命让你们罚瞻这个弄业警纪什么 贵公司很不简单呀 是吧 马总有所不知啊 嗯 其实呢我们私底下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企业能为本事的农业发展做些贡献 也是我们企业的一贯作风 是吧 哎 我 你你你你满着 你这个可别咽啊 这个不这个不能咽不能咽 他昨天他发烧 他今天是带病坚持工作 没事 别吵吵吵吵吵 不好意思 好 没事 那你满满丑 这样我觉得啊 既然你们打公司有捞盘契业 我看我可以放心了 那我嫌要你们点货吧 我嫌要你们十万块钱了怎么样 你不给现烧吧 好好好啊好啊 那我觉得咱们可以签合同了 哎 马总 不急 这样 我们先给你一些产品让你试用一下 你免费试用 如果觉得好的话 你再来找我们 哎呀 还实用什么呀 我们俩一剑如骨 你不是个一般人 你很有才华呀 你这个朋友我得交定了 不用试了 直接记嘛 对对对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我有个事想问一下马总 我不知道你们要这些货 到底是用人来做什么 是是是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一个洋厨的 要这么多话让你干什么 是不是 对对对 比较好奇 给猪磨脸哪 给猪磨脸啊 你让那个绝的酒 你话多有说什么呢 你给我站着别动了 别说话 当鸭巴 不是这个情况 我最近呀 有一个大的动作啊 如何能向这个潮水和买长 更多的推销我的储物 我准备举办一个猪替卫 小猪快炮渔农会 但是呢 有个问题 我这猪和其他家的猪 它没什么良样都一样的 如何能让我这猪一出场 就和其他家的猪不一样 你们这化妆挺有用的 我这没给猪磨脸 给他一化上妆 我这猪一出场 枯毙了 悬毙了 是不是最好的猪 悬毙了吗 是不是 这个是好主意啊 马总的想法太好了 太棒了 神奇啊 很好 等到你们二位的肯定 我可以行为 那这样 咱们现在晚上找个地方唱唱歌 喝喝酒 是吧 我这叫个朋友 你买点 看来有点醉 发烧 还发烧 还带兵兼职工作 你不用理开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这样 马总 感冒 我今天呢 我在公司还有个会 这样 晚上呢 我让同事陪你去 我会开完了以后 马上过来 好啊 那你快点快点 一案没定 就这么定了 好 来 你可得注意点 谢谢 他是有点感冒 是 小感冒 小感冒 他确实看他给闹得有点淡 好好好 不送了 啊 抱抱抱抱抱抱 哎呀 你看 哎呀 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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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我公司人员工 哎呀 你看我公司人员工 哎呀 你说这公司业务院啊 他带着Omega还开着奥地 这公司确实不简单 咱打场还得交这种朋友啊 这样才好混一样 哈哈哈哈 谁出选择像你那样吸到肺里去 不是往里吸的吗 哎呀 谁跟你说往里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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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 你行啊你啊 够能忽悠的 我跟人谈业务都是我请别人吃饭 今天人家请你吃饭 你还拿上架子 这叫策略 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像他这种土的钓渣的乡下人 你不忽悠他 他就忽悠你 你明白吗 那也是 马上注意点 啊 马上你陪我去 那肯定啊 你们看出来他把我当成你了吗 对啊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将错就错 签了何总再说 你先去 我跟着过来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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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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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点了 下班吗 啊 啊 这么快啊 不行 我这儿还有好多活呢 手上 我走不了 先走吧 你们走啊 那我走了啊 你是不是想当 这个季度的优秀员工啊 我跟你可比不了 你们家好几口子 等着你呢 多温馨 我这回家 也没有什么牵挂 你这叫不懂得享受生活 你就气我吧你啊 走了 工作狂 拜拜啊 小心点 你好 会一望 来 喂 娘 那个钱我汇了啊 我汇了一万 最近我在搞项目了 手上也不是很松快 麻烦你跟我哥说说 让他想办法再凑点 好好好 不少了 不少了 你都不知道你寄这个钱哪 多及时啊 你嫂子 你也闹的呀 你要多寄这个钱哪 不知道要怎么闹呢 他连跟你哥离婚的话 都说出来了 不过 不过 那是一万块钱啊 影响你生活不 一万块钱 根本不影响我生活 啊 那就好 那就好 哎呀 那就好 哎呀 那个 那个你寄这个钱 那小明知道不 这 这个就是小明让我会的 真的 真是小明让你寄的 哎呦 你看看 这儿媳妇是多好啊 天底下都难找 哎呀 可陈啊 那个 不过我没有去给你看花大姐 你那丈母娘生气了没有啊 哎 娘啊 你放心 我把我丈母娘 哄得屁颠屁颠的 她很乐意带花大姐 办好了 先生 啊 好 那先这样啊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哎呦 哎呦 哪还剩了那么多 睡了 嗯 睡了 妈 你没买点大蒜呀 可是他们山东人爱吃蒜 大蒜咱们能买得起吗 那是富人吃的 有这么大账吗 我姐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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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就知道你婆婆最重的心 我跟你讲啊 这菜一天一个价 两块钱都买不到蔬菜了 每个月日子都给我紧巴巴的 我都想在你公公那儿包快递 我就种菜吃了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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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晚了 我刚刚开完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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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刚完事了 好 哎呀 哎呀 您 您能伤狂 您能累 我得吹重心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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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来来 坐坐坐 是 那是吗 我 我的合同啊 都带了 咱们要够钱了 好好好 哎呀 马总 我这 我这儿可以啊 哎哎哎 哎呀 马总啊 今天咱们是喝酒唱歌的时间 咱们玩一下玩个痛快 不谈公事 啊 好 啊 行了 操作你公私为命 弄成打起 好 咱喝酒 怎么样 好 好 好 咱们先先喝酒 没事 来看 今天先唱歌 玩 好 这样我此话三杯 就冲你这种几个事好不好 马总 那哪儿行啊 哎 好 好 您喝三杯 那我也得喝三杯 我赔您三杯 好 好吧 我赔一个 我赔一个 好 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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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妈都爽了 哎呀 都倒了都倒了 爽啊 好 好 妁认了 关机了 怎么会关机呢 谁知道啊 她没说她今天晚上要跟客户吃饭 关机了 她打过来 可能电话没变 不是她 机器卡 你们家曹可晨呢 不在家呀 怎么了 你赶快来夜色宾馆 我看见两个女的搂着她进宾馆了 什么 什么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你信不信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妈 我出去一趟了 怎么能不能够住 这活真难干啊 是啊 谁让咱们费的钱呢 我没有事 哥 你干嘛呀 我走了 我走了 怎么了 曹总啊 曹总您误会了 我们是马总公司的员工 我们在哪儿这是 酒店 我跟她不是在卡拉OK那酒店呢 你们喝多了又不让你家在哪儿 不给你送酒店 给扔大街上了 那你不能脱我们衣服啊 那也不是希望你们睡得舒服点吗 你以为我们愿意呢 那你怎么满头打汗 好 好 好 这个 他们在哪儿 840 837 我们在那边 你肯定是这间吗 对 小明 要不然你再想一想 你一会儿看到的这一幕 会为你的家庭带来什么 还有什么可想的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让他 曹慧晨 曹慧晨 这事我有经验 曹慧晨 开门 小明 你怎么回这儿啊 求剑 找我什么事啊 曹慧晨呢 没有曹慧晨 我跟我女朋友在聊天呢 你 小明 你干嘛呀 这两个都是你女朋友是吧 这是我女朋友啊 咱们 什么求剑 你真是个流氓 曹慧晨呢 曹慧晨呢 曹慧晨今天没跟我联系啊 没跟你联系啊 你赶紧把曹慧晨给我交出来 我 我真不正好在哪儿啊 小明 这两天他天天都说跟你应酬 合着就是这么个应酬法 可能他也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什么事 这什么回事啊 小明 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 小明 曹慧晨我解释 这个 你 你看到的肯定 看到的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我 肯定什么肯定 我亲眼看到了啊 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今天马总 找我们两个谈 谈广告的事 后来我们去卡拉OK 但是我 我们两个不知道怎么 就到这个房间来了 我都说不清楚 行啊 你们谈生意都谈到床上来了 又是要在床上谈生意吗 不是 这两个是马总的秘书 快谈了先 走啊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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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死在这儿别回家了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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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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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么看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听我解释 刚才发言你们看到的 绝对不是你们想象那样 好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一个样 我们怎么臭男人啊 你过来 你 你那个 你过来 你听我说过来 你听我说 你们两位马总的秘书 你们给这位小姐解释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小姐 其实今天是我们马总告诉我们 要去招待曹总 所以我们两个就陪着过去了 结果他们两位喝多了 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住 所以只能给他们送到酒店来的 怕他们两岁都没送回口 还一块把他扶起来呀 你看 扶他起来 怎么喝这么多呢 你 来 你没事吧 小明 好 太好了 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今天过来呢 我主要是第一个 我想你认得错 这个事呢 实际上跟百万没有任何关系 错这个事情呢 主要关我求见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你一定要让你知道 在这个事情的发生 跟你 跟你所想象的 它是有差距的 小明 我可以证明 确确实实 是那两个女的 送他们去宾馆的 真的 后来你所看的呢 都是这个人 她为了气你走 所演出的那个什么 恶作剧 对吧 是 真的 真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我把 真实发生的情况 我一定要告诉你 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百万呢 马总约我们 行了 行了 我告诉你 这事就怪她和那个马总 现在不是你们说什么 我就信她 球剑 把那什么 马总的公司地址给我 给我 这个 这里面 下面有 这儿不太好了 现在白万人家谈单子 你别说谈 单子重要还是媳妇重要 我告诉你 她就要妻离子散了 小明 滚 坐吧 坐在晚上弯的还高兴吧 还好 谢谢马总 好 要不赖着血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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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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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已经 谢谢 谢谢 老总 我看咱们还是赶紧把合同签了吧 这个 这个先不记 我 我还不知你 你怎么成活啊 好 免贵姓曹 你也姓曹啊 那 那 哪个曹经理为什么没来啊 王总 是这样 我想您昨天是误会了 其实一直以来 给您打电话的人 就是我 你就是曹经理是吧 不客气 那那那那那 哪位曹经理是她怎么 她 不姓曹 她姓裘 姓裘 还有姓裘这个姓人 不是不是 这是仇恨的仇念裘 我明白了 你就是曹经理 这个姓裘的 是你同事是吧 那你等会儿啊 我去出了点事 我一会儿就来 你等着我 等着我 马总 你等着 马 马总啊 喂 你说 我 我跟你说 我这边可能出了点状况 你说实话呢 那个 她问我曹经理怎么没来 那我总不能再继续骗她吧 我不是让你签了合同以后再说吗 你赶紧 你赶紧把合同签了 你老婆快到了 啊 我老婆 我老婆她来干什么啊 她说她非要过来查个水落石出 你老婆那脾气我哪拦得住啊 你赶紧吧 快点 快点 喂 请问是马总吗 我是诺言公司的求见啊 对不起啊 我知道那个事是我们做的不好的 我正说我要登门向您道歉呢 啊 马总 喂 马总 你们别挂 你听我解释啊 喂 马总 喂 马总 喂 马总 坐吧 马总 那这个 合同可以签了 真的 哎呦 马总 我还以为您生气了呢 我想您也不是这么小气量的人嘛 我已经签过字改过程了 你记签吧 好好好 这是你 谢谢谢谢 马总 嗯 这 这不对吧 怎么不对啊 这不是说好了先订十万块钱的货吗 这怎么变成三万了 三万就不烧了 你骗我吧 还没说你什么呢 要不是那个求兄弟给我打电话 给我捣遣一个劲的 捣遣 求我 三万我都不要了 不是 马总 咱不能反悔啊 那不是说好的那是 那是一误会嘛 误会 什么误会啊 您来你这事 你都不告诉我 不是 那昨天您不是 也没过机会让我说话 不是 马总 咱做生意 咱总得讲究点诚信吧 想乘信是 你乘信还是我乘信啊 不 你钱不钱吧 你不钱我也给煮沸中 那就算了 那这事不去不不要 马总 不是 好 我签 我签 好 马总 钱嘛 就不错了 我跟你说 你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看不起忽悠忍了忍 不瞒你看我老妈回到今天 也得靠忽悠忍忽悠过来的 但你的岛上抬签了 还得抬脸来 干嘛呀我要找马明露 马总你就是不会见你 什么意思啊你啊 让开 你呀 师弟所看 师们所看 要想见马总 闲过我这关 咦 这怎么回事 阿总 怎么回事啊 你辛苦了 为马总服务 好 你就是马蜜鹿啊 整事咱想 优鹤诗啊 昨天晚上是你跟诺言公司的 曹可琛和球剑喝酒来着 对 优鹤不拖吗 好啊 是你弄了两个女的把门 送到宾馆的是不是 这个混蛋 那两个女的是个公司 公馆的 非常正经的人 你都稍微想防臭屁啊 你别胡闹啊 胡闹我报警 你报啊 我看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抓你 什么狗屁公司啊 咱和同就好好谈 还弄两个女的送到宾馆去 你这分明是色情服务 你得真真不合理啊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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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够够够 够 que 够够够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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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这 这 这是个误会 这是个误会 干什么 这 这 救我个老子 小冉 我还没问情 小冉 我这根本什么意思 和同 你咱和同好好谈 干嘛弄得跟着 跟着人家在床下 有什么意思 你实话足一点啊 是是 马总 你这不是谁吗 马总这是误会 误会 误会 误会啊 我告诉你 我这我们现世家借出情念 是是是 你看吗 这 这调皮的 这迷烂时装中 三万欧远卖的 有档次的 对对对 马总是有档次的人 你穿得好你就高雅 你穿得好你就高雅 我告诉你 穿什么都是个出老吗 不好意思 马总 喝多了 喝多了 行了 行了 马总 别忘了打款 别忘了打款啊 哎 晓得了 怎么做 哎 晓得了 晓得了 谢谢 马总在呗 好 白个腿我看见 很好 包施主 记住个姿势 他不敢赖了 像赢一样 嗯 走 哎呦 曹可晨哪 一万块钱 不是 太过分了他 朱总早 喂 朱 朱总 我今天没迟到吧 时间关键倒是挺强的 百米冲刺啊 要是遇上个电梯挤 交通堵的 我看你还是会得迟到的 就有点心数很高啊 谁说不是啊 不不不 我经常都是早到的 这不是交通太堵了 你好自为之吧 那我上班去了 哎 你还没打款呢 你迟到了两分钟 对 这就有点招待 朱总 我就是因为在这儿跟您说话才迟到的 这今天不应该算我迟到吧 工事工办 猪头 晚安 亲家 你好 我是郑老师 亲家母 你好你好你好 家里还好吧 好 你们两个人带着哥哥 应该忙得过来吧 那个 他爹总得下地 那哥哥就靠我一个人带 有个事我想问你 前段时间我让可晨 给你寄了一万块钱 收到了没有 一万块钱 收到了 真是谢谢亲家母了 还是您想着我呢 你想啊 那可晨在那工资里头 攒的一万块钱 多不容易啊 还不都是为了 他那个不争气的哥哥 够不够用啊 够 够 够 不太够吧 不够再想办法吧 我跟你说呀 我这段时间啊 身体 有点不大好 想回重庆了 我这一走 你孙女门人带了 我听说你们要来带孩子 有这么回事吗 啊 马上过去啊 哎呦这 这这可晨这孩子 怎么没跟我说呢 哎 可晨说的 你们马上就要来带孩子的 你看 他爹身体不好 俺呢 还得做饭 洗衣服 我还做家务 收拾两个事 还有哥哥 您说是不是啊 那好吧啊 好 就这样啊 好嘞 嗯 曹可晨 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还敢骗我 好 叶曹 这该死的弄烫了 真是的 我这个靴子啊 两千多块 刚买了两天 就给穿旧了 心疼死我了 两千多块钱 买双鞋子 可真会花钱喔 哎 你嫌弄汤不好 我还想你住在这儿 不肯走嘞 有本事赶紧 找个有钱人吗 见了好了嘞 你不用再住 轮盪里了嘛 哎 妈 你整天说这个 煩不煩啊 那什么办法 你都三十多嘞 还待在家里 我这出门 出门都见不了人的嘞 好了 妈 你让我这里 静静静静 好吗 哪儿了 真一味啊 特别不舒服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可强有耳 你跟妈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我跟您说过一百遍了 我有男朋友 只不过现在还不方便 带她来见您 有男朋友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她是长得丑啊 还是没有钞票了 再丑得姑爷 也得要见丈母娘的呀 大女 你不会是怀孕了吧 你说什么呢 那你哪能搞 你自己看看 一万块钱 对啊 这是曹 曹可晨 给他爸寄的一万块钱 你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不可能啊 什么叫不可能啊 怎么叫不可能 白纸黑字怎么叫不可能呢 那这一万块钱是哪来的 你还不明白啊小明啊 每个月他从工资里拿的私房钱 攒攒攒攒攒够了一万块钱 寄给他爸妈 他哥哥嫂子正在装修你知道吗 那他得攒多长时间才能攒到这一万块钱啊 你怎么不明白呢 他一直在骗你 一直在骗我们 你知道吗 你说咱们这日子过得那么金银巴巴 他可好 他背着咱们俩才耍这个把戏 还有啊我告诉你呢 我给他妈打电话了 他妈根本不知道说要来带孩子 因为曹可晨就没给他妈打电话 他一直在骗我们 你知不知道啊 小明聊什么聊那么热闹啊 今天改善生活啊 我买肉了 曹可晨 曹可晨 你过来 怎么了 看 你坐呀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妈 给我坐那 曹可晨 你又没有良心呢 你能不能拍拍你良心 你问问你自己 结婚 你们俩结婚没钱 老说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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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了 我拿出的钱给你们付付付手手手手付 不容易吗 那是我一生的积蓄啊 来了这么多日子了 那天生活不费不是我掏啊 你说你没钱 你这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妈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放心 您的钱我以后一定给您还上 没有以后了 我告诉你 现在就还我钱 我现在就要我的钱 妈 他哪有钱还你啊 是啊 小明啊 这有时候你还替他说话呀 不是我说你你讲点理好不好 他现在没钱你让他拿什么钱还你 怎么叫我不讲理呢 行 不是妈 好好好行行行行行行 我不讲理我不讲理 行 没有 从此以后你们事我再不管了 我再不管了 我走我走我走 你先说去行行行行 妈妈 你你你你你你你 我不喝苦来 不愧你们喊我 知道是这样的 不是妈你已经听我说了 你说真的不给其妖 哎妈 我 你 taking away 你去哪儿 你脱壮峰 什么样 你 早你 都是我不好 你 你打我 你你打我 你打我 来来 曹克辰 你你你你想怎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一直都这么信任你 我一直相信你从来没骗过 你告诉我 这一万块钱是怎么来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瞒着我存你的小金库 你也没给你妈打电话是不是 在你心里我是什么 我算什么人 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 什么样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你跟我这么长时间 也没想过服务 我就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自从我生了孩子 我妈一直腰疼 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带孩子 都带了一年多了 如果今天我妈不发现这个事 你 你打算一直瞒着我是不是 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说 我跟我妈每个月都在算计着 这钱怎么花 这钱 这钱够不够 又要交房贷 又要买菜 又要养孩子 你都不知道我跟我妈是怎么算计的 我告诉你 这几个月 这几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我妈在逃 你 你这样你对得起她吗 我对不起她 可是 我真的是怕妈生气 爹 爹身体不好 娘又得照顾爹 又得帮哥看破坡 哥哥那边房子 要是不装修总啊 嫂子就得跟她离婚 我嫁给你 我从来都没指望能过什么 什么荣华富贵的日子 我就想咱一家人 能好好地踏踏实实的 我不像别的女孩 我要求过什么吗 我买过LV吗 我买过莎奈尔吗 我嫁给你 我就 我就图你 你人好 你老实 你对我诚实 你从来不骗我 可你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啊 晓鸣 你一直都在骗我 都是我的错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把我当什么人的 你骗我 骗我妈 我妈这么大年纪了 在这儿看孩子 累成这样 还得给咱们铁钱 你说你给你们家寄钱行 你倒是告诉我 你跟我商量商量行吗 你心疼你妈 心疼你爸 心疼你哥 心疼你嫂子 你心疼过我吧 你说现在这么晚了 你让我妈去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 你别着急 我马上把咱妈找回来啊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不着急 我宋生 我宋生 我 Knife 你不яют 我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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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